-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地线 让你变成立猜Superman 今天我们的节目要来跟大家讨论 关于台股为什么会忽然在今天大跌将近200点 说真的今天这一根大跌 应该是出乎很多投资朋友意料之外 可是如果大家有在看我们前几天的节目的话 我们有不断的跟大家强调什么东西 12月份都是空方时间 所以在今天出现这样子的大跌 对我们来讲好像没有那么的意外 那相反的反而我们会员朋友手上 还有不少的指数空单 在今天台股破底的话 那也代表获利也是创新高 所以我们在整个12月份的空方时间的 这一段期间里面 我们在上半个月的时候 就是一直在加指数的空单 那我们在上个礼拜五也就是圣诞节之前 有稍微分批获利了结一些 可是我们手上 既然我们都说12月份还是空方时间 那当然我手上的空单还是必须要hold着 不论是hold指数的空单 还是hold一些个股的空单 我认为至少目前现在看起来这个方向是对的 那整个我们在过去一两个礼拜里面的节目上面 也是不断的跟大家强调你的多单随位要减码 这一部分就是我们不单单是要让会员朋友可以去避开风险 我们也希望在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 或者是在我们群组里面的投资朋友 每一个人在整个12月份台股有修正风险的背景之下 都能够多多少少避开一点风险 或许没有办法说 我们从万五的时候就避开风险 但是你如果说今天指数来到了14700点 能不能多闪一点 指数来到了14500点 是不是还能闪 你多少这一段的风险能够避开多少 这个东西就是你跟市场之间的差距 因为很多投资朋友是买进股票以后就不管他了 一路抱着 一路抱着 那你在台股从高点修正到今天的这一段期间里面 股价的回答你就是吃好吃满 所以操作的策略上面要非常的灵活 根据盘式来去做一点些微的调整 那大方向出来以后 你就把它想成是一个自己的身体 我们有一个主架构 那你可能会有一些衣服 有一些帽子 那些像是装饰 我们在交易上面也会有一些装饰 有一些你可以短打 有一些你可能会想要去加一些空方的铺浅 我认为以整个投资组合的策略的角度来去做思考 自己到底要怎么去做操作 这样子会比较好一点 而不是说我们现在要做这支 做这支 然后把所有的眼光都放在单一个股上面 当你今天把你的想法转换成 用投资组合的概念来去想的话 你在交易上面会轻松很多 那么我们一样 在最近的节目既然对大家有帮助的话 一样请大家在节目的一开始帮我们点个赞 有任何问题或者是想讨论 不太懂的地方的话 也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那今天要跟大家讨论的是 有经济数据咯 昨天没有经济数据 所以跟大家聊一点心态 那我相信昨天聊的心态 应该今天就派上用场了啦 那如果没有看昨天节目的观众朋友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我昨天的节目 我认为这些分享应该对大家在投资这条路上面 是非常有帮助的 好了 那么今天有什么经济数据 一方面在昨天我们的国发会公布了最新的景气对策灯号 这个景气对策灯号公布出来以后 有一点让人意外哦 为什么掉的太多了 掉的太多了 我们等一下后面秀土 那么在今天的重灾区就是在电子股 也是我们过去不断强调 电子股在现阶段没有资金 又面临到利率风险 所以要先避开 为什么我们前阵子一直告诉大家 你电子股要小心 电子股要小心 电子股要小心 就是因为在后面有可能会有风险出现 当然预测这种事情没有100%准的 也有可能我们会看错 但至少我们从上个礼拜以前的数据来去做观察的话 电子股确实是面临比较大的风险 好吧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来跟大家聊这些 首先昨天晚上的美股 礼拜一12月26号美股休市 没有开盘 很多人会觉得说 是不是圣诞节过后就可以拿到圣诞礼物 圣诞老公公要来送圣诞礼物 所以美股要开红盘 结果期待落空 我们期待越高 伤害就越大 昨天晚上的美股 纳斯达克重挫1.38个百分点 肺半重挫1.79个百分点 道琼看起来比较强 为什么 因为科技股在里面占比比较少 它有金融 它有传产 相对比较有撑 这些观点跟我们之前讲的都是一样的 我们在大概一个月前的节目上面 就有跟大家分析过了 我认为道琼工业指数 会呈现一个强者横强的状况 最大的原因是因为里面的成分股不同 所以现在看起来 我们上个月的观点到现在依然被印证 最弱势的纳斯达克指数 一样是最弱势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带会员朋友操作的时候 我们不是去放空在高档的道琼指数 而是去放空弱势的纳斯达克指数 有些人会觉得我要空在高档 我这样才能赚得多 但是大家忽略了 当你今天空在高档的股票 为什么它能高档 因为它前面强 那你去空墙的 后面如果真的修正 你能赚得多 没错 这一点没有办法否认 但是你要面对到的是什么 你挑对手打 你今天像是去打拳击一样 你挑了一个强的对手打 跟挑了一个弱的对手打 你没错 你如果今天挑了一个强的对手打 他可能当天身体状况不太好 你打赢了 你很有成就感 你赚到 你觉得好强 我居然可以打败这个大块头 可是大部分的时候 大部分的时候 我们去挑弱的对手打 胜率比较高 我相信这个逻辑 这个故事大家能够理解 所以昨天晚上的美股 其实走出来的盘式 是非常非常的弱势 原因是什么 昨天晚上的特斯拉重挫 特斯拉原本是在美股里面 市值前十大的 在昨天竟然一天 直接蒸发掉11%的市值 大跌超过11个百分点 所以直接掉出了市值前十大 那为什么会重挫 新闻嘛 两天前哦 这还不是昨天的新闻哦 这个是什么新闻 这个东西是中国在疫情这边 因为毕竟快速的解封嘛 所以疫情升温的非常快速 疫情升温的非常快速 大家就要有直觉 就要去联想 昨天我们的节目才说 历史经验可以给我们一些 一些起 一些启发嘛 什么叫历史经验 欧美也有解封啊 台湾也有解封啊 当我们解封完以后呢 疫情很快就会升温 疫情升温以后呢 供应链就会不顺畅 会卡住 只是你卡的比较严重 还是卡的比较不严重的问题而已 中国在过去几年里面 被视为世界工厂 当他们这里疫情升温以后 供应链锻炼的风险就会浮上来 所以怎么样 传出特斯拉在上海的超级工厂 要停产 要停产 而且未来中国的 中国的大的电动车厂嘛 车厂嘛 有没有 也出来市井 那市井这件事情 我们在昨天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时候的节目 昨天我去年代的 年代向前看 去录的节目嘛 我们就有分析啦 未来的CEO自己出来讲说 明年的上半年 可能整个电动车的市场 都不会太好过 除了特斯拉以外 整个行业的整体利润 有可能为负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我们在昨天的观点 那今天我们就看到了 特斯拉重挫11%嘛 那你看到特斯拉重挫 很多人会觉得说 好像前阵子特斯拉跌很多了 赶快去抄底 如果观众朋友 一直都有在看我们节目的话 我好像有跟大家讲说 我们不要随便去乱抄底 我们今天要加码的时候 一定是我们做对的时候 我也不鼓励大家去做摊评 我一开始先买在这里 跌了再买 跌了再买 跌到昨天继续买 你逢低加码这件事情 其实在整个顺势操作的逻辑里面 是有风险的 所以顺势操作 就是你看到股价 今天是呈现空方 空头走势嘛 那今天股价跌了 不就代表我们原先进场的看法是错的吗 那如果我们原先的看法是错的 你怎么会觉得在现在加码就会变对的呢 我相信这个逻辑大家应该能够接受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接受 因为往往我们想要去避开风险 一定要有顺势交易的这样子的想法 当你想要做逆势交易的时候 你一定避不开风险吧 越跌越买越跌越买越跌越买 就像台股今年走一个大空头 你越跌越买 因为你要逆势交易嘛 跌升就是最大的利多 这句话有的时候对 但是在大趋势上面看起来就不对了 所以当你没有风险意识 当你一直坚持要做逆势交易策略的时候 你面临到的风险就会比其他投资人还要来得更大 因此特斯拉在这边你说会止跌吗 我们也不知道 但现阶段的股价看起来非常的弱势 而特斯拉又是全值股 美股的全值股嘛 所以如果特斯拉弱势的话 美股的表现怎么会好呢 再来第二个 昨天还有谁 苹果 苹果没有中错哦 可是苹果是慢慢的往下跌 慢慢的往下跌 有没有 我们在10月的那个时候 我们说11月渐入佳境嘛 所以确实苹果也涨了一大段 可是后来呢 我们说了空方时间 要开始了吗 12月1号 多方时间over 12月中我们说空方时间正式开始 苹果开始修正 一样是供应链的问题 修正到这个位置上面 大家不要觉得好像没有修很多 实际上现在苹果的股价 已经回到了2021年6月的水位了 白话来讲 你从2021年6月开始做多 做到现在你不会赚钱 所以当今天苹果是 整个美股里面市值最大的 也就像是我们台积电这样子全值股的存在 股价都表现这么弱势 你其他的科技股像是Tesla 像是Amazon 像是Meta 全部的股价都表现的相对的这么弱势 你怎么期待美股会有什么样好的表现呢 因此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美股现在的全值股表现不佳 后面呢有没有下行的风险 有可能 因为纳斯达克指数准备要来测前低了哦 这个是大家要留意的 那么你看我们在12月22日 也就是上个礼拜是圣诞节前夕嘛 这件事情就要回想了哦 12月初我请所有的观众朋友回想一下 在12月初的时候 有没有很多人告诉你说 历史上台股12月上涨的几率高 一定有嘛 很多人会跟你讲说 历史上台股12月上涨的几率高 这个是统计数据 没有人能否认 因为确实啊 过去几年里面12月上涨的几率就是比较高 可是我们看到了 我说12月1号的时候空方时间over嘛 我们讲了不一样的观点 好到了12月中的时候台股修正了一段 已经跌了一段 因为联总会开完会了嘛 那行情入我们的走势 这个时候你会听到第二种说法 什么说法 上半个月走的不好 下半个月会走的更好 会加倍奉还 目前看起来好像没有加倍奉还啦 加倍下跌吧 那再来还有什么第三个讲法呢 有人会告诉你说会有圣诞行情 当今天有圣诞节的时候 就跟你讲圣诞行情 当今天有农历年的时候 就跟你讲说有农历年行情 我相信很多的市场上面的讲法 都会依照当时的节气 然后来跟我们讲一些会有什么行情 那你说这个行情到底会不会实现呢 你还是要回归到当下的状况来判断 我刚刚讲了很多人会告诉你说 12月台股上涨的几率高 那个是历史 我们不能否认 那个已经发生 可是你按照我们现在台股在2022年12月的状况 来去做分析的话 你怎么能够保证12月份的上涨几率高呢 历史上12月份上涨的几率高 那是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 大部分都是多头的行情嘛 那我们今年已经跟大家讲的是一个大空头的行情 那你要用过去的时空背景 来去硬套到现在 那就是风险啊 那就是风险啊 所以你从历史上面的数据来去得出 去做推演 去做归纳 这件事情我认为很好 它是一个逻辑的训练 可是你不能硬套啊 当今天时空背景不一样的时候 你硬套中间就是风险嘛 所以在12月22号上个礼拜四 圣诞节之前 大家都在跟你讲说圣诞节行情 我们却告诉你说12月空方时间不变 因为那天的反弹 弹了将近200点都涨什么 涨船产 都涨船产 不是涨电子啊 我说少了电子股的加权指数会稳吗 这是我们当时的看法 那很幸运的到今天 这个看法确实被印证了 因为电子股真的比较弱势 你单靠船产去拉指数 你撑不久嘛 因为毕竟电子股在台湾加权指数里面 占了60%的权重 你没有电子股的指数 看起来就是相对会比较弱一点 我们在当天的line上面也跟大家讲了 空方时间到12月底 再次强调 因为我们知道不是每一位投资朋友 每天都会看我们的节目嘛 但文字能看吧 我们line群组跟telegram里面的字能看吧 所以在当天我们也告诉大家 12月份的空方时间 这个看法没有改变 到12月底 没有因为当天大涨200点而有所改变 那么我提出了两个方向来让大家一起思考 我们要一起进一步啦 好不好 股价没有延续性 为什么 因为你资金跑去传产了嘛 那没有延续性的话 你就不容易形成多头的能量 那我一样观点再一次在节目上面讲的 我们在群组里面也在重复提醒大家 你缺少了电子股来去做点火的加权指数 那它到底要怎么飞 它到底能够飞多高 我们抛出一些问题来让投资朋友去做思考 我们再强调一次 预测这种事情没有百分之百准的 那我们把观察到的一些数据 一些市场上面的情况来跟大家分享 那大家就可以去做独立思考 想想看自己的交易策略要怎么调整 我认为这样的方向会比较好一点啦 不要好像说我们都在带大家赌说要涨要跌 我希望是大家能够跟我们一样培养一个 在市场交易上面的逻辑 逻辑才是最重要的 对或错我们事后再来看这样子就可以了 不断的修正那我们就能够不断的进步 好了来讲数据 昨天国发会公布了景气对色灯号 哇残兮兮12分12分 上个月还有18分直接掉6分 掉6分掉很多 这个蓝灯是什么意思景气低迷 而且这个蓝灯大家不要觉得 还有12分好开心 这个蓝灯最低是几分9分 9分现在只有12分只高了3分而已 所以代表是说你再继续烂下去 它最多也是只会跌到9而已 那景气对色灯号为什么会这么烂 我把就是上个月到这个月的变动值 也贴在这边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就是原本的一些机械设备的进口的金额 上个月还很好 这个月忽然冷了下来 那有些批发的零售销售的状况 消费状况也在持续低迷 那海关的出口值也在掉 海关的出口值在掉这件事情 不用大家觉得太意外 因为我们之前的节目也跟大家分析过台湾的外销订单 外销订单数据很糟糕 那这个出口值自然而然不会太好看 所以景气现在这么低迷 还在走一个景气下行的循环还没落底 我们讲过很多次 你怎么能够强调 或者你怎么能够确定股市现在就落底了呢 这是景气循环的概念 所以我们回归到股市 交权指数的话今天一度重挫将近200点 将近200点 那只要在短线上面出现急跌 今天还是没有量能 今天预估量大概也是1600亿以下 1500亿左右 没有量能但是急跌的情况之下 我们认为就是一个区间震荡 区间震荡 所以怎么样 短线上面有可能会小反弹 但这个反弹一样请大家要做多单的减码 因为空方时间到12月底 甚至要到1月初 甚至要到1月初 因为我们认为 在昨天的节目上面有跟大家分享 我们认为1月跨完年回来以后 那才有机会出现一个小反弹 在那之前我们应该都是要站在 比较保守的想法上面去做操作 那我们回到个股的部分的话 我们在上个礼拜的Play Go 我说过了我们这一个财经第一线的节目 大部分的时间会跟大家分享一些 总体经济的数据 分享一些新闻 一些关于这一些金融市场 国际金融市场的看法 那你想要看个股的话 你可以去参考我们另一档节目 叫做Play Go Play Go 我们上上个礼拜 跟大家分享的是星星 ABF的星星 后来就跌停了 我们上礼拜跟大家分享的是 3443的创意 也是一样 小心变成利多出镜 大家都说12月费营收会很好 期待越高 大家都知道了 这个时候你只要小心变成利多出镜 而且投薪的重码就开始松动了 有没有 所以12月22号 当天的创意大概还有730块钱 我们跟大家提醒 要小心有可能利多出镜 今天创意怎么样 一度打到跌停 为什么 因为昨天大魔 Morgan Stanley出了降频报告 虽然调高了目标价 把目标价调高到700块钱 可是是降频的 从原本的买进变成持有 所以在外资出了降频报告以后 股价 原本我们认为 应该这个降频报告 市场不会反应这么的激烈 但很显然的市场对于这份利空 反应非常敏感 直接一根跌停打到际线 今天股价最低应该来到了632块钱 距离我们上个礼拜 跟大家分享的创意是730几块钱 中间就有100块钱的价差 所以我们在提醒大家留意风险 最重要的目的 不是说你一定要去赚到说 我要放空然后赚很多钱 而是今天大部分的人 如果手上有这档股票的时候 你能不能去避开这段修正 会是你绩效的关键 你说你有没有放空去赚钱 那这个东西就有点像是 锦上添花啦 最重要的是你不要亏到这段 不要亏到这段 那后面你如果能放空你能赚到 那代表是说实力不错啊 运气不错啊 那我们加减赚一点嘛 但最重要的还是避开风险 好不好 我们是站在避开的风险 避开风险的角度 来去跟大家做分享 那还有哪一档股票 也是我们上个礼拜 跟大家分享的呢 2454的联发科 我们一样跟大家分析完以后 小心联发科的下行风险 当时股价在这边 季线哦 有没有黄色这条线是季线哦 很多人会跟你讲说 季线是支撑 来这个是12月22号 我们playgo录影时间 讲的联发科 12月26号 这个礼拜一 我到了TVBS的精灵天下上面 我就再重复了一次 我们的观点 有没有联发科 我认为股价下行的空间还有 而且我还把季线这个地方 一样继续圈起来哦 我说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头部成型嘛 然后呢 季线附近 很多人跟你说是支撑 要赶快买赶快买赶快买 我在电视台上面告诉大家 千万不要 先不要啦 不要说千万不要 先不要 再等等 再等等 因为我认为那个季线 它不是支撑啊 它好像假装撑在那边 但它真的有撑吗 来我们再来看 昨天 刚刚是12月26号嘛 礼拜一嘛 前天嘛 昨天我到哪里 年代上电视台通告 我们一样从整个IC设计的产业 从整个下游的库存 从小米裁员的新闻去做切入 一样提醒大家 联发科有下行的风险 今天怎么样 联发科半根 半根跌停板 半根跌停板 你说这个季线有手吗 大家不是说这边都有季线吗 都有季线 一根直接往下灌 当今天市场上面的逻辑 是对利空反应非常敏感的时候 你的支撑就不会再是支撑 当然季线我们还是会给予一些尊重 所以我就一直说 不鼓励大家去做放空 但是你能够避开的风险 你很明显的感觉 这个地方不太容易上去嘛 台股现在是空方时间 你要形成一个导撞反转往上冲 难度比较高 难度比较高 特别是在这一段期间里面 量又缩下来 量又缩下来 没有量能 你的支撑很容易就被灌破 所以我们对于联发科的看法 一直以来都是偏向保守 偏向空方的 那我们也是希望 如果手上有这档股票 因为联发科大家很喜欢啊 大家很喜欢它的基本面嘛 大家觉得基本面很好吧 那基本面的迷思 就会让你不小心忽略掉风险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可以避开这个半根跌停板 那么最后回到加权指数的部分 我们的看法没有改变 从上礼拜五一直到昨天的节目 我们一直都跟大家讲说 一月初之前 我认为加权指数都还有压力 那么农历年前指数有机会走一个小反弹吧 我们有画这个嘛 两天前还是三天前的 前几个交易日我们就画这个了 那么这个前提就是CPI的缺口不能补嘛 你缺口补了最左边那个黄色圈圈补了以后 加权指数就会转弱 就会转弱 所以其实在这个地方 目前的指数走法确实照我们原先的分析去走 那也算是我们运气不错 那这个看法到目前为止也没有改变 我认为以目前台股的电子股的状况来讲的话 股价还有一点点的下行空间 还有一点点的下行风险 那你说下行的空间大吗 这件事情我们也不确定 所以也不鼓励大家放空 那你如果想要去做多股票的话 你可能就先等到明年元旦过后回来 那等外资回来 因为现在主要是我们的本土资金在操作 那内资现在在那边乱砍砍的乱七八糟 等到外资放完价回来 发现哇台股都不一样了 他们一定要做出一些调整 到时候我们再来观察 到底外资的心态是偏多还是偏空 我们再来决定我们的交易方向 应该要怎么去做处理 那关于这些行情的判断跟分析 我们都是一分正去说一分话 会尽量去收集市场上面的数据 还有市场上面的情绪的观察 把这些东西统合成一个交易的方向 到底我们要偏多做还是偏空做 那我们要偏多是偏多什么 指数吗 还是个股 这些都会有不同的方向 那只要用一整个投资组合的逻辑来去做操作 你的投资组合里面同时也可以有多单 同时也可以有空单 大盘如果不代表所有的股票都会跌 因此我们想要告诉投资朋友的是 你的操作会有非常非常多的组合 可以非常非常的灵活 不要限制住自己了 只是你在该注意风险的时候 你一定要跟着我们留意风险 那关于这些风险还有后面的分析 我们也都会一直放在我们的群书里面 来跟大家做一个及时的分享 上面是我们的LINE 下面是我们的Telegram 那有时间或者是大家有兴趣的话 也都欢迎大家加入 里面的东西都是免费分享的 那么后续我们也会来持续帮大家追踪 市场的这些最新的财经资讯 还有继续来帮大家解读 这些总体经济数据背后的秘密 那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 也不要忘记帮我们点一个赞 那我们今天的分析就到这边 大家拜拜